明天能登,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在这个录像中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显化超能力的 一个小的故事吧 其实它也呢 能够体验体现出来 大师对我们的 怎么说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大师给的实在太多了 就是已经多到我们 用正常的人类的逻辑 无法理解的 就是说我 你是我的谁 你要给我这么多 我们一般人会有这种 想法和逻辑 昨天呢 在帮一个朋友呢 显化超能力 我在帮他增高这样 因为第三只眼是有这个功能的 然后他真的就长高了 然后他兴奋至极 因为他说他为了增高这件事呢 做了无数的努力 就是也吃增高药啊 也做这个做那个 就没有效果这样 但是没想到第三只眼 几分钟的时间 他就长高了将近两公分这样 然后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实在是太大的 一个梦想成真 就是实在是太完美 太美好了 但是对我们显化超能力的人来说呢 就是大师给的 第三只眼 这个是小事一桩 就是不足挂齿 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所以呢 从这个 这件事情给我的震撼也非常大 我就觉得大师能给我们带来的 确实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说大师给的 就一只手给的 我们双手都接受 接成不了 其实我觉得是 拿一个盆子都接不下 是真的是这样的 从一开始接触大师 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大师说的 好像是非常好 但是用我们人类的逻辑 就是我们算计啊 你和我呀 然后有得就有偿 等等这一切的 这些逻辑 大师是无偿的在给 而且给的太多了 就是实在太好了 觉得让人觉得 它是真的吗 但是呢 一次又一次的这种事件 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清楚 大师到底是谁 他真的就是神 他就是人生 在给我们无限的 无条件的爱 而且是有 我们需要多少 大师给的会更多 真的是这样的 就包括比如说 Mahishwar Puja 然后大师呢 就只是通过这个 一个简单的仪式呢 就把这些人的灵魂 证物圆满了 通过死亡的体验 这个冥想呢 也是 所有跟大师死过的人呢 全都在我们走的时候 大师会出现 给我们解脱 这个是我们在地球上 投胎的唯一的目的 我们在地球上 投胎了几百万年 等的就是这个 然后没想到呢 就碰到了大师 然后呢 做一个死亡冥想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还有就是我们 上Kopataru的时候 就是大师会免费的 给我们上周末的 学术的课程 这些课程呢 就是之前大师 在寺庙的时候呢 是免费的给信众开放 就是大家可以 就是印度的 在印度的人 可以直接来寺庙 大师就给他当面的搭上 然后给他这个护身符 就是保证他呢 不会出任何的问题 就是健康上 这是多大的承诺 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我们不需要花费任何的事情 完全是送给我们的 就是已经是投入和产出 不成正比 不能不成正比至极 就是不能用我们人类的 这个逻辑来理解了 这个真的就是无条件的爱 而且是太多了 所以就是每天都看到这个事实 然后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发自内心 对大师的这个这些认识 也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现实 大师给的到底是什么 你在灵修路上遇到的 所有其他的师傅 你可以跟大师相比 他能有大师这样无偿的 给你这么多爱吗 已经大到我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 就是已经令人发迟 可以这样讲 所以呢 在这也跟大家 就是用这些例子跟大家讲 你有任何时候觉得大师 比如说他做一些项目 需要花钱呢 或者怎么样 你觉得很贵 然后你还觉得 他这个政务圆满的师傅 怎么样这样的时候 你在看到他这一面 你要想一想 自己提问的这个基础 还有没有了 是不是要反问自己 是不是自己对大师的认知还不够呢 就是他做这件事 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 所以呢 当然是有其他的目的 这个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这主要是看你的诚心 当你呢 能够 有这么大的强度 想来见师婆神的时候 因为大师所有收费的这些项目 就是真正金额到一定程度 都是要跟你揭示宇宙最深的真理的 就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来的 就是大师的要看你的灵修的 你的那个寻求的那个强度 他才能 就是让你去往上走 走到这一层 也就是说呢 他通过给你设这个金钱的门槛呢 只不过是想要看你 够不够这个强度 这个是背后真正的灵修的背景 不是金钱本身 包括金钱也是大师给的 他就看到你这个愿望有这么强烈 自然钱就给你了 时间就给你了 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 我们真的是遇到神了 大家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神对我们是无常的爱 无限的爱 有任何时候 我们对大师有任何的不理解 或者是怀疑 这个时候都要告诉自己 你可以想我今天给你讲的这些故事 然后告诉自己 大师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最好的 最对的 即便是我不能理解的 我要先接受 然后再问大师可以给我清晰度吗 大师是会听到你的这个问题 他是会给你清晰度的 每一次大师都给我清晰度 所以呢 这个是一定可以的 然后呢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听我分享这个感受 谢谢大家收看 各位午时 遇见的 感谢观看